到你发现家里有个古董 这瓶子能是一百万 不然了 这可是康熙年间的宝贝 有价无事 老板 你可赚大了 那卖给你要不要啊 对啊 这位先生 你要说这瓶子这么值钱 那我打个折 八十万卖你如何 要我买了也行 但是你们得出去专业机构的鉴定证书 证明它的价值才行 我们村这么偏 哪来的鉴定机构啊 我听说啊 咱们从村口来的鉴定专家 他那指定能给你出鉴定证书 好好 我这就去看看 小香姐 我感觉这事不但真实 哎呀 我信他 之前隔壁王奶奶也说过 他是个宝贝 价值连城 当时我还不信 没想到 他还真是个古董 可是王奶奶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说不定他说不话呢 不行 我不能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 算了 我陪你一块去吧 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古董瓶子起码得这个数 大师 你说他值五十万吗 五百万 好想老板娘 你可赚大了 五百万 我经常从今天开始就飞黄腾达了 我愿意出四百五十万来看 但前提是 你得让大师给你出个资金证书才行 大师 那您看看怎样才能出资金证书呢 在建议费 我得生五万块 那好 嗯 这凯利是我所有的积蓄了 密码是740740